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也让台湾今年第一季内需市场和观光业 饭店业 餐饮业等产业受到一定影响 国际和国内游客减少状况下 让台湾饭店住房率因此降低 有些饭店甚至已经关掉楼层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而在餐饮部分尤其每年2月都是饭店春酒旺季 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 公司企业的春酒团拜活动几乎都取消了 也让餐饮和饭店业首当其冲的受到伤害 春酒业绩至少掉5成以上 而饭店业者也坦言的确有消费者 因此取消春酒的预约 餐饮的生意来说 餐厅目前还好 取消比较多的应该就是宴会的部分 那宴会部分我们现在就分三个 有的客人我们会希望他能够延后 那有的客人会把那个定金就整个转成是餐券 那另外的三分之一可能就是会取消 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弥补这方面 营业额的损失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外带外送 或者是外汇的服务 就客房的部分的话 有一些商务客他因为公司的一个政策 或者是团客的部分的话 因为法定的一些规范 目前他的行程是有做影响做调整的 在餐饮的部分的话 就是有一些临时的取消 观光啊 餐饮啊 这些相关的一些服务业 因为消费者呢 因为这次的这个病毒的这个疫情的一个心理恐惧啊 其实他改变了他的一些外食啊 还有比如说在往人多地方的很多的这种消费习惯 所以这个当然是会冲击到我们的民间消费这一块 那现在大概第一季的话 可能不容乐观 专家认为疫情对于整体服务业的冲击 恐怕随着时间影响拉长而更加严重 但若台湾旅游业和饭店餐饮业 因此转型变成含金量更高作为发展 或许也是一种更可行的办法 往这个比较优质的这种观光的套装行程啊 去发展 这个就是基本上对整个中长期 推广相关的产业是会比较有帮助 饭店业者绷紧神经 酒精不定时喷洒消毒 也帮民众量额温 另外一场员工口罩戴紧禁 就是为了要防堵疫情 谢谢 今天帮你们一下体温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的话 我们馆内也加强了整个一个防疫的措施 像是我们员工的话 自己都会在上班之前的话 公司会帮我们测量体温 还有佩戴口罩 那在整个馆内的一个公共空间的话 我们也设置了许多的干洗手的仪器 然后也有提供给消费者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会有额温腔来测量体温 对 然后在整个一个客房的内部的话 我们也有定时的就是使用一些专业的消毒药剂 来加强我们的清洁 而为了减少民众不出门聚餐的应用措施 饭定业者也因此推出外带餐 女生你好 这是你们的外带餐 祝您用餐愉快 谢谢 在设计的方向 我们也希望说针对料理的内容 我们都比较针对养生方面 而且可以增加现在的免疫力 其实我们在防疫这一块 像一些比如说工作人员戴口罩 然后帮客人量额温 或是说酒精消毒 或者是入座之前都会送一杯姜茶 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有做到做足 那当然在一些开源的部分 客房跟餐厅的生意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我们在餐厅的部分 可能也开始做一些外带 或者外送的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打击台湾饭店业 业者为此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也借此做个大整理 以因应疫情过后的景气回温 今日报曾婉玲 杨秋成台北报道